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每日头条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6号星期三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 希望您能看完下面的这段短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可以帮助您更深入的了解 希望之声这个媒体平台 中共通知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不让谎言穿帮就需要控制言论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上万家的媒体 却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掌控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 去修建防火墙 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 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的电台 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 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什么渠道能做到这点呢 答案之一是短播广播 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通过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播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结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廉的成本成功的在所有的短播频率 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的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山间 在草原 在荒漠 在丛林里 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播广播网 就是为了给中国送入持续的不间断的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 短播广播网 您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 巨沙成塔 种植成城 撕开空中的铁幕 启发中国的明智 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 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菲律宾打造大型巡逻船基地并扩充防卫部队 意大利正式退出一带一路 目的机构再将港澳的信用评级展望降至负面 还是拜托您在节目开始前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的最新消息 来看详细内容 在5日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指挥官向媒体透露 为了应对中共的威胁 正在计划兴建大型巡逻船基地 海岸防卫队也将大幅扩充 另外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吉福兹号滨海作战舰 近日进入了仁爱礁临近海域 俄罗斯也出动舰队从两路进入南海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官员指出 根据11月初日本和菲律宾达成的协议内容 日本将协助建造和原赠12艘巡逻舰 以及10座暗基雷达站 同时提供以日元贷款的方式 再购买5艘大型的多功能巡逻船 为使这些大型的巡逻船 有专属停靠的补给码头 预计将在靠近南海的第一线 苏比克湾兴建基地设施 同时马尼拉湾也在候选的名单当中 据了解 目前菲律宾是拥有两艘 由日本三菱重工打造的大型多功能巡逻船 鉴于在南海多次遭到中共海警大型舰船的压制 菲律宾计划要追加部署 再购买5艘大型的船舰 希望能在2027年之前全部到位 另外 菲律宾海岸防卫将新增设备 以及漫长的海岸线防卫等等 目前已经开始加紧增援工作 到2024年将增加4000个成员 海岸防卫队估算 未来将扩编成10万5000人的大型部队组织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近日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第七舰队每天都在南海执行任务 这些行动表明 我们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香港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彭念在4号分析表示 这是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以来 美国军舰第一次进入仁爱礁海域 释放了强烈的信号 就是美国在南海维持紧张态势 支持菲律宾的政策不会动摇 美国也透过这个举动威慑中共 未来美非赴仁爱交宣誓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 在南海 类似海警或渔船碰撞等事件的非军事冲突的概率将增加 除了美国之外 近期菲律宾还在与日本 法国加强军事合作 商谈允许双方的军队进入对方的领土 同时菲律宾试图拉拢越南 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的国家 共同对抗中共 在最近两个月 美国 日本 澳洲和韩国都组织了军舰 与菲律宾海军共同在南海巡逻 中俄也做出了反制行动 未来南海的局势很可能更加的波涛汹涌 据中国军事专栏老高风云6号的消息 俄罗斯近日派出了两路舰队进入南海 资深媒体人庞忠认为 俄军的出现背后有中共的影子 很可能中俄背后有交易 在乌克兰战场 中共支持俄罗斯军备武器 换来俄罗斯帮中共在南海壮胆 未来的南海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 但最终中俄的努力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会得到预想的结果 而俄罗斯海军这时进入南海 让仁爱礁的中非对峙局面出现了新的变数 希望之声粤语主持人 资深记者石头认为 正好说明南海是国际水域 不是什么中共说的九段线 十段线之类的 就算是俄罗斯来所谓支持中共 其实也已经打破了中共的自圆其说了 另外俄罗斯一早就有插手南海的企图 它一直都有跟越南合作 又在南海 越南认为是自己主权的范围之内 勘探能源的 但是中共也一直在插手反对这个事情 俄罗斯的一个战舰不是刚刚的访问完越南吗 美国的出现是为了维护南海的国际水域 中共也只能是跟踪 无法做任何事情 但是表面上会造成一些紧张的局面 南海局势不会有进一步的恶化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 P-8A海神巡逻机在国际空域飞越了台湾海峡 重申了美军将在所有国际法许可的区域 继续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的立场 在P-8A海神巡逻机执行任务期间 中共军方派出了战机跟踪和监视 并警告美军侦察机正在飞越敏感海域 而台湾和美国都表示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域 P-8A是美军长城海上巡逻机 能执行海上巡逻 侦察和返潜作战 这次任务发生在台湾准备进行大选的几周前 有一些专家分析表示 中共疑似将台湾的大选描述为选择战争 还是选择和平的时刻 意大利政府在4号正式的向中共政府提交了一份文件 总理梅洛尼执政团队正式退出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 不过梅洛尼重新强调了与中国保持战略伙伴的意愿 根据意大利晚邮报在6号的报道 经过几周的秘密谈判和一些外交误会之后 意大利提出了一份口头声明 并附上能够重振两国关系的战略友谊承诺 交给了中共政府当局 在三天前 意大利当局在没有公开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 与北京达成共识 退出了持续四年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个倡议是习近平提出的一项 规模庞大的国际间的计划 曾经吸引了意大利前总理孔蒂 但却激怒了美国 正式退出这个国际间的协议 是透过意大利政府解约进行的 意大利曾试图通过改变协议的条款 来避免要退出的局面 但是在几周的外交斡旋之后 中共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对于唯一参与一带一路的G7成员国来说 这次参与并没有带来多大的经济成果 但却反而产生了许多不受欢迎的政治影响 在退出的同时 由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发表了一封信 承诺尽可能推动两国之间 已经十多年的战略伙伴关系 但这个伙伴关系 其实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形式上的解约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 毕竟两国政府都没有发布任何声明 报道认为 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中共现在需要应对财务危机 而意大利则有充分的理由 继续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良好的关系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穆迪在6号发表了一份报告 维持了香港的信用评级等级为AA3 但是把信用评级展望下调到了负面 在之前的一天 目的以救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或控制房地产危机的成本为由 下调了中国大陆的信用展望 目的方面就表示 下调香港评级反映了对香港与中国大陆 在政治、制度、经济和金融方面 紧密联系的评估 香港电台报道说 目的方面指出 香港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强劲 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逐渐减弱 以及金融风险影响更广泛 都为香港的信用状况带来了影响 目的方面认为 制度和政治联系发展是香港信用状况风险的关键因素 随着香港政治以及司法机构自治权出现削弱的迹象 尤其是国家安全法实施和选举制度的改变 预计香港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决策自主权将逐步的受到侵蚀 目的方面还表示 制度及政治联系的收紧可能削弱了香港对国际企业的吸引力 不过目的同时表示 在可预见的将来 相信香港可以透过长期建立的 而且基本上没有改变的经济、法律、商业以及税务框架进行平衡 在12月6日 英国政府宣布了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个人和实体实施46项新的制裁 原因是说他们参与了俄罗斯军事供应链 并帮助维持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 英国外交部当天发布的新闻稿显示 针对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物资和资金的个人与团体 其中包括继续支持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白俄罗斯 中国、塞尔维亚、土耳其、阿联酋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企业 英国外交部还表示 向俄罗斯出口设备和零部件的外国军事供应商 是今天被制裁的几十个个人与团体之一 在新实施的46项制裁当中 俄罗斯武器制造商和国防进口商 以及支持瓦格纳集团网络的三名行为者 还有俄罗斯用来缓和英国与七国集团伙伴 实施的石油相关制裁打击的所谓影子舰队船只的四名运营商 都是在制裁的名单当中 受到英国制裁的有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综合体 包括31个个人和实体 与设计和制造无人机和导弹部件 以及进口和供应关键电子元件有关 其中还包括多名主管和他们的直系亲属 以及俄罗斯军方的第三国供应商 包括了三家中国实体 分别是亚太链接有限公司 信诺电子有限公司和新华有限公司 英国方面表示 这三家公司供应了对俄罗斯的战争努力 至关重要的被制裁货物 英国政府制裁大臣特里·维莲表示 今天的制裁将直击普京的痛处 破坏俄罗斯的国防系统 打击支撑俄罗斯战争机器的非法供应链 英国外交部还表示 今天的制裁针对的是俄罗斯 一再试图规避和抵消英国制裁 对他的战争努力造成的明显影响 除此之外 英国的外交大臣卡梅伦 在6日将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 这也是他上任后的第一次 重申英美关系的牢固性 和对乌克兰的共同支持 在出访之前 卡梅伦还宣布为乌克兰提供 2900万英镑的 新的冬季人道主义响应一揽子援助计划 并将为人道主义活动 再提供775万英镑的支持 重点关注的是乌克兰最弱势群体的需求 卡梅伦表示 捍卫为我们所有人提供安全与繁荣的价值观 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同使命 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的原因 我们还在中东团结一致 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 卡梅伦5号在英国议会上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 英国明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 将达到甚至超过今年的水平 据英国外交部的介绍 目前英国对乌克兰的军事 人道主义和经济支持总额 已经达到93亿英镑 韩国外交部官员在5号表示 朝鲜近期关闭驻外大使馆的数目 已经达到7国 撤管的原因是为了在经济困境当中减少支出 另外朝鲜前外交官员认为 平常可能会撤掉多达15个国家的外交使馆 综合多家韩国媒体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官员说 最近几个月朝鲜已经关闭了 驻几内亚 尼泊尔 孟加拉 塞内加尔 西班牙 安哥拉 乌干达的大使馆 到5号为止 朝鲜外交使团总数从53个减为46个 之前就有媒体报道朝鲜已经关闭驻香港总领事馆 但韩国官员说 香港还没有被列入撤管的名单 香港政府官网也没有更新朝鲜关闭在港住处的动态 朝鲜当局在上个月曾表示 朝鲜将依照全球环境 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 关闭或者新增外观 但没有给出任何的细节 韩国的这名外交部官员还表示 朝鲜近期接连的关闭外管 主要原因是全球长期对它的制裁 导致朝鲜财政困难 像联合国也长期制裁朝鲜 禁止煤矿和其他的矿产出口 切断了朝鲜换取货币的管道 而关闭大使馆可以减少10%的支出 这也证明了国际社会 切断朝鲜非法资金来源的做法 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效果 另外 曾任朝鲜驻科威特大使 在2019年脱北的柳贤宇预估 朝鲜会关闭更多的大使馆 数量可能多达15国 他说 预计朝鲜会缩减各地的外交活动 但会优先考虑与中国 俄罗斯 叙利亚和古巴 等传统的盟友进行往来 近期 在加州圣地亚哥县的边境社区 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异常激增 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产阶级 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关注 视频显示 这些人与从美墨西部边境 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不同 他们没有跋山涉水 或者是看起来鸡肠碌碌 移民律师皮耶罗告诉纽约邮报 我在加州圣地亚哥边境遇到的华人 如果不是中国的中上层阶级 也至少是中产阶级 我采访过的一些人是有旅行签证的 就像他们要去墨西哥度假一样 可能会在度假村待一周 因为他们有钱 警方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 这些非法移民向走私者 支付了高达35,000美元的费用 让他们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这个报道引起了美国政界的注意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 这是不正常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找借口 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一定会完成修建隔离墙 另一位美国总统参选人 前联合国大使黑利 也在X平台上发文说 让我们关闭边境 保护家园 前德克萨斯州州长候选人 赫芬斯在X平台上写道 德州州长阿伯特 必须确保边境安全 尽快驱逐所有的非法移民 仅在10月份 美国边境巡逻队 就逮捕了超过4,000名中国公民 比去年同期逮捕的329人大幅增加 美联社报道 据联合国的预计 由于中国经济在清零期间的大幅受损 青年的失业率飙升 只在今年内 就会有31万人离开中国 以上就是这期的每日头条了 如果您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也可以使用特别感谢功能来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